即将进入12月了,这三大生肖的运势会有怎样的改变呢? 生肖羊,生肖鼠羊的朋友生来就平易近人,可以说是12生肖中最温柔的生肖了,故而进入了年末12月之后他们也能够凭借五行关系迎来偏财运的发展。 再加上月注财气临门,可以说是想不发财都不行,不过相较于其他生肖,魏杨的偏财运毕竟不稳定,故而平日里要多费心思千万,不要只想这才从天降。 生肖猴,生肖鼠猴的朋友进入12月份后他们的财运将会更上一层楼,不仅能够将以往的霉运一扫而光,而且到了月底更有一大笔意外之财降临,让他们的钱包变得越来越古。 钱财多多。 如果能够拓展业务,创新思维去运作自己的事业,必定能够裁员广进。 生肖鼠猴 生肖鼠猴的朋友这个12月生肖为虎的人的财运非常的旺盛,正财和横财快不断的进账,能够在贵人朋友的帮助之下进行多元化的投资,在风险最低化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收益最大化,真是可喜可贺。 甚至有可能他们能够在伴侣的帮助下,克服工作中的难题,走出人生的低谷期,在事业上能够再上一层楼,薪水也能够不断地上涨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记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